来看到台北市的港湖区 因为港湖区的部分 是绿营分裂 然后尤其是在这一天 我们看到了 徐国勇 王碧胜 姚文志 录影替激进党的 无心代辅选了 那想说这是不是违反党纪 党民党张茂南说 没有三个人都没有党公职 是一般的党员 不过党员有党员的规范 不能损及党的核心价值 会在依事实论述过程去了解 感觉讲这话 是不是有点想要睁之眼闭之眼 那无心代就直接说 高家瑜的支持者白色居多 希望选民能够投给代表 民主价值守护台湾的政党 和候选人不要再含泪投票 高家瑜说 我的选票绿的最多 有的部分是中间年轻选民 无心代却要把我说成白的 我只是白目 不是白的 就是说自己是 已经选到这样的是不是 好啦 那我们来看到 你一样的这个是 最新美导电子报 也是10月4号所公布的 一个最新民调关于港湖区的 这个是在港湖区最新 那李燕秀呢 43.5%领先 高家瑜第二名26.3% 无心代12.1% 可是你会发现 无心代加高家瑜 好啦就算两个人 最后怎么样整合了好了 其实也赢不了李燕秀 董哥 因为无心代他就借着 民进党里面有些人讨厌高家瑜 所以他这次出现 他其实这次 气炎他有选台北市炎肉选 但他也拿一万多票 等于就也快当选了 那他这次出来选对他来讲 他没有任何损失嘛 我看他挂很多布条 挂在很多商家 商家都没有把它拿掉 为什么 因为他上面写了两行字 这家店很赞 无心代也很赞 就拿不掉 拿不掉 所以我 蛮厉害的 那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这场选举 因为以现在的情况来讲 最主要竞争的还是国民党跟民党 他的机会不太大 可是他如果输 有民进党的人去帮他 他要站台 徐国勇 王碧胜 姚文志 高嘉宜在上次的 上届的台北市议员选级 票拿台北市最高 结果把徐国勇的徒弟 就是王孝伟把他挤下来 所以王孝伟 等于说他们这个 以前是谢系嘛 他们就很气 因为谢系那一届很难看 徐国勇的大徒弟 王孝伟露显 谢长廷的儿子也露显 对 他们觉得是怎么还有颜胜罐的肉贤 也是谢系 他们本来每个险期六个险期都有 结果一下丢这么多他们就很气啊 那认为说高嘉宜那时候跟柯文哲走得太大了 所以让民进党很多自知的就跑掉 所以他们是很痛恨高嘉宜啦 那这一次当然可以看到 其实吴欣带在上一次总部成立的时候 他叫服务总部 那时候齐国勇他还有陈时东都去站了啦 那一次那陈时东现在不能站是因为 不方便 他已经挂总统台北市竞权总部主任委员 所以他势必要来帮高嘉宜啦 而且他也说了 他说那如果是基于个人选择 个人的话就有别的选择 是是 其实也很明显 是因为他现在有一个竞权总部的主任委员身份嘛 那所以现在很多人就 拨鸟子还玩啦 就是说反正 反正让你漏险啦 让你漏险 吴欣带会不会当选 不会 就是说以现在的氛围来讲 可是吴欣带下次选台北市议员 当选的机会非常高 就是说因为他 他有舞台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也会告诉大家他才是正宗的 走本土的 利盈的 台派 对台派嘛 那这个对他来讲是有票 那如果就这样来看的话 李燕秀当然他机会比较大 因为我自己在台北跑新闻这么久 很少看到一个民意代表 像李燕秀这么勤快 我跟台装人见到林静怡的情况不一样 我在台北几乎什么地方都碰到李燕秀 尤其有时候我们就会 兵律馆上个香 所以他真的是上千场 他几乎每天都看到 我说太可怕了 因为我认识他祖父也认识他爸爸 我说很少看到一个人这么可怕 到处都可以看 我说你简直在当里长 他当立委的时候 我说你简直在当里长 那这个在港湖来讲当然有他的影响力 因为他的服务的确是做得很扎实 那高嘉宇那一次的选举是因为 那时候年轻选票嘛 所以他跟李燕秀的选票都飙到非常高 都十几万票 十一十二喔 他们那边平常大概七八万票就当选了 那那一次就两个人角逐非常厉害 那当然最后高嘉宇赢了 可是这一次对他最不利的 并不是吴欣贷 就像那个民调所显示他跟吴欣贷加起来 还是输给李燕秀 赖清德出来帮他站台也没有用 用途也不太大啦 因为赖清德在台北 现在台北市哪四层选票是活有余的 现在的民调 那赖清德现在就慢慢的被边缘化 那我觉得赖清德他把自己的 圣贤放在反正你们蓝白不合 各选各我就当选 所以对赖清德来讲 他现在是在玩他的垃圾时间啦 我觉得其实当然我不是说 跑他就一定是好的 跑他那是地方你是在半夜去增加你的人气 可是问题是跑他的人不一定会做事 那不跑他的人也不一定不会做事 这是两回事 但是问题来了 好那林静怡请问一下 你在立法院到底做了什么事 有人说得出来林静怡做了什么事吗 我说不出来 因为他就是民进党的橡皮图章嘛 民进党主张什么 他就跟他就跟投同一票 他也是党立立委啦 对啊他其他他有监督过政府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啊 他有帮台中争取什么建设吗 有人知道吗 我是不知道 雨萱对台中比较熟 我不晓得雨萱知不知道 那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晓得他到底争取什么东西啊 卢秀苑都说在睡觉吗 是所以他今天民意支持度低 其实当然是有原因的嘛 也就是好你说过去支持你的这些年纪 为什么突然之间不支持你 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之间又喜欢严宽恒的 而是因为你上任的这段时间 人家没有看到你到底做了什么事 人家除了看到你不断的去帮民进党护航之外 什么也没做 这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嘛 所以林静怡当然有他自己的问题 可是你刚问我的是 这一趟是不是已经大势已遂 对 不是 不是喔 不是 因为还会有变数啊 第一个你没注意到吗 赖清德最近在密集的去帮谁 赖品瑜 帮林静怡 然后去帮谁黄杰 他为什么 因为这几个艰困选区他全部都要顾 不能掉 你没有注意到人家赖清德已经闲到这种程度了 他已经在顾立委的艰困选区了 他自己的选举 因为他自己的选举只要确定蓝白 蓝白分裂他就赢他就老神在在 对他就无所谓了 他就开始去拼这立委 他现在他最近喊的口号都是国会一定要过半的 就是这样子啊 表示他现在全力在护航 那民进党一旦你要知道蓝白一旦分裂 那民进党接下来就可以空出很多闲暇的时间来说故事了 大家忘记上次盐宽人怎么被打挂 盐宽人上次民进党就是动员了所有的媒体 说故事啊 每天说故事 每天讲乡也传奇啊 对不对 然后就跟你讲一些天邦夜台的东西啊 就这样洗脑洗脑洗脑就洗到盐宽人落选 那现在他如果可以不用去顾 总统大选 因为总统大选他如果赢定的话 他就会针对这几个艰困选区就开始 我跟你讲 接下来如果总统大选蓝白分裂也一定 他接下来会干什么 动员节目 第一个打廖先祥 他绝对告诉你说他爸爸贪污啦 坐牢啦 然后怎么样他们家侵占国有土地啊 什么什么批巴就开始这样打 然后盐宽人又要被 跟那个彪哥又要被抓出来编尸一致 重新再把他们什么过去喝花酒啊 什么挖沟啦 他嘱咐什么 什么把人家内脏都掏空了 外拥的又偷他的脚 又全部再拿出来讲一遍 然后陈梅雅 我跟你讲 他们那边可能就不一样 陈梅雅他们就会淡化他 你知道然后去讲黄节多好棒棒 每一区有不同的策略 那为什么能够让人家这么耗人一下 那就是我们自己害了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 所以你说会不会有变数 我认为会有 为什么 因为现在看起来 盐宽人是领先没错 可是如果接下来 他们开始有余裕 可以不用去雇总统大选 开始动员这些媒体 又疯狂照三餐这样打的话 到时候整个风向可能又会改变 你要知道年轻人有的时候 就是被风向带着走 所以当风向一整个改变之后 盐宽人的选情又可能会危急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忘记 我一直最担心的就是 你说总统被民进党继续拿去也就算 如果立委没有办法过半 我们真的会非常惨 民进党现在在全力拼这一块 那只要蓝白一分裂 很多人就不会出来投票 不会出来投票之后 本来支持这些立委的人可能也都不支持 也都不出来投票 到最后就是好几期 本来有机会拿下立委 到最后都跟着一起落选 这就是目前最可怕的方向 那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正在往这个 最悲惨的下场走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益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再次做好事 李宗盖 我们去做好事 吃婴 运营养素 妻子 做好事 我们去做好事 吃婴